在展棋展完結束以後呢 我們都會把沙灘還原 就會在幾天之內用怪手把他所有作品產品 一個東西的毀滅就是代表下一段的重生 因為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做所謂最完美的作品 只有在下一個機會來的時候 我們才能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對我來說毀掉他的那一瞬間呢 其實我是期待著下一次的挑戰 我是周勝強 我是一個沙雕師 在還不知道有沙雕的時候 在2014年 因為學長的介紹進入這個團隊 接著就一場一場的做下去了 在沙雕這個過程呢 總共有九年多快十年了 陸續也去過澳洲大陸 韓國日本澳門這些地方去製作過 那在長期的出差跟移動過程中 其實看了很多也學了很多 那在這麼多地方最後我選擇定居在福隆這個地方 開始了自己的工作室 做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 等一下我們要把所有的工具材料啊 就是都拉到現場 台二線馬路的旁邊給我做沙雕 那我們要去做一個修復的動作 整個底座要收尾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台北小孩 就是都住在那種喧囂吵鬧的都市裡面 後來我發現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像世外桃園的地方 它的節奏不快也不慢 那你要悠閒的時候可以很悠閒 有時候醒來去海邊走走啊 散步啊 聽海啊 慢慢的覺得這裡真的有療癒到我的地方 比我想像中有點嚴重 所以做我大概花了三天 從零到游 我沒辦法直接噴水製作 所以我現在要用的方式就是 把沙子跟水先攪和在一起 讓它是一個濕的狀態 那它現在這個一濕之後呢 它這個短暫的黏著性 就可以讓它像黏土一樣把它貼上去 這個也是我們平常 整個沙雕技在維修過程 最重要的部分 真的破破爛爛的 覺得好像完蛋了 但其實每一次都是有辦法把它修出來的 沙雕的話 最早它還是小朋友玩的一個遊戲 但是後來到了大人 慢慢把它發展成一個很大的工程的時候 它慢慢變成藝術 甚至它可能是各種的一個精神狀態 沙子它本身是沒有黏著性的 我們只是靠水分讓它有一個短暫凝聚力 在這短暫凝聚力的過程呢 我們把它雕琢出來 讓它固化變成可以展覽的形式 補體啊 補完之後 我們現在就是要換小刀 去做這個細節的雕刻 尤其是像線條 表面要光滑抹平的動作 我們都是用比較小的刀子去製作 它這個外面 已經慢慢被我們 把形體要勾勒出來 其實它的目的就是 整個地方帶動它的人潮 帶動它的繁榮 讓這個沒有人知道的沙灘 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來 甚至喜歡大自然 我剛退伍的時候 其實就是想著要做雕塑類的工作 要學一專精嘛 但後來發現 好多工作跟雕塑其實有沾上邊 但並不是充分的運用到我的雕塑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什麼都嘗試過 我去餐廳工作 眼鏡行 模型廠去做翻模的師傅 還有做過中性保全的監控系統的業務 旅行社 全部這些都試過一輪之後 我發現還是做最純粹的雕塑 讓我覺得最開心 那在沙雕的話 它跟雕塑又是比較 不一樣的工作狀態 我們是完完全全在戶外的大自然環境 旁邊就是海 那可能後面都是遊客 所以我們是直接邊跟外界接觸 在沙灘上得到的一些回應啊 反饋啊 反而是創作中最大的成就感來源 一開始我們做的時候 我對沙雕的觀念就是要做得很立體很突出 後來發現它並不是真正雕塑很立體就行 有時候在太陽光照射下 它是看不太出來 即使你已經磕得很深了 但是它跟陰影沒有配合到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平平的 甚至它還會有崩塌的這個狀況 所以要開始去思考它的結構力學 它的下半部到底能不能支撐上面的重量啊 還有就是說 在不同的時段光影的照射下 你要怎麼跟這個太陽做配合 讓它在照射下呢 它的陰影跟你的光亮面是呈現足夠的立體感 首先沙雕絲的第一個挑戰的門檻就是 你要去克服氣候 有的時候在非常酷熱的時候啊 我們要曝曬超過八小時的時間 你會感受到暈眩 無力 頭痛 口渴什麼的 都有啊 再來就是你的可能 全身滾身的地方都像烤椒一樣 那我們又必須要包得很緊 除了要耐熱 有時候要耐寒 我們要扛住這些氣候的突發狀況 一個挑戰就是 我發現用工具用久了 可能這個工具是台灣沒有的 我們要不斷去找新的東西 甚至要自己去製作這個工具 才能做出屬於我們自己順手的東西 還有一些比較奇妙的狀況是 有些工具你剛買來的時候並不好用 它可能要過了一年兩年 你用久了之後呢 它的鐵的刀子的薄度啊 已經變薄了 比較有彈性的 那個時候最適合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真的要用時間去磨 再來就是說 像我們長時間的出差啊 其實很多時候對家人還有想見的人呢 是沒有陪伴的 這個對我們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也是影響蠻大 有時候也是會必須要有所犧牲 這個是沙沙堡 這是飯店的吉祥物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這件作品的底座 在家後做穩 一開始我決定要當殺療師的時候 我的家人其實一開始沒有太多想法 也沒有太多意見 但是可能感覺出來不是很看好啦 畢竟說這是沒有人聽過的職業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啊 可能國外行之有你了 但是在台灣呢 這根本什麼都不是 領多就是一個打工 可能你今天玩殺完半個月一個月 接下來可能要好長一段時間 沒有下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家人都會很擔心啊 包括我們自己也會很焦慮啊 下一個工作在哪裡 什麼時候會出現都不知道 那在這個過程中 也是靠自己不斷的去接案 然後去等待這個下一次機會 所以其實每一次殺掉工作機會 對我來說都是很珍貴也很珍惜 那一直到現在台灣其實有很多場次 而且我們做完台灣的場次 會可以接到國外的場次 那慢慢的家人也得到了肯定 因為他看到了 可能我有點成績了嘛 再也不用家人去煩惱去擔心了 一直到疫情爆發了 突然所有的出國邀約都被取消 國內的活動也被取消 瞬間工作沒有的時候 我才真正去面試這個問題 於是我才在臉書上面 開一個粉專一個網頁 開始做殺掉教學的部分 我要決定把這個重心 全部放在台灣來發展 我也發現自從疫情之後啊 我們這個戶外的體驗課程活動 越來越熱門 也是大家越來越需要 在教學的時候 我其實看到了很多親子啊 團體啊 我好像幫助他們創造了很多 這樣的一個美好時光 這對我來說 反而在這裡面 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意義 教學跟作品同時在累積 我的照片影片甚至採訪 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樣子的狀況下 案子就源源不絕的 穩定的發展 現在的我是在創造機會 製造工作 在教學推廣開始之後 一開始從可能一兩個人報名 到最後變成整個公司企業 然後來報名來上課 達到一百人兩百人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這樣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他們可能是先淨灘完 才來沙灘上做作品 我可以在過程中 讓他們知道說 做沙雕是很有趣的 在這個勞動的過程中 你享受到了這個 團隊合作的感覺 你完成作品的成就感 最後你跟作品合照 你跟沙灘的這個融合 你會發現其實台灣 就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我做沙雕十年以來 在這個心境上的轉變 就是一開始我會 非常的想要追求自己的技巧 我希望達到一個很卓越的狀況 那慢慢在這過程中 看到了不同的人 不同地方的一個文化 會發現好像我永遠是 沒有辦法到達我所謂的那個頂峰 所謂技術的頂峰其實是沒有的 它會一直持續的在增進 我的技巧到一個程度之後 慢慢的我想要追求的就是 可能是做事的態度 因為態度它可以影響一切 它可以讓我做得更好 也可以讓我工作更愉快 所以在改變我的心境跟態度以後 我覺得我整個在工作上面 還有其他方面都有很明顯的提升 這也是我這十年看來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這一間就是之後我要開的餐酒館 會以簡單的燒烤啊 調酒為主 其實目的就是希望說 我的工作室在這邊 可以讓很多潛水客 衝浪客 甚至我們來玩的遊客 下午玩水到晚上都還有一個機會 可以在這邊停留 那其實對這邊的在地啊 跟我這邊的氣氛其實都會非常的加分 那我也很喜歡就是 在工作下班之餘 還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在一塊 快 這三隻狗都算是我的心靈慰藉 我每次下班或是出差回來 第一件事一定是在這桌子上面 坐很久 他們就會在這陪著我 甚至在裡面趕案子的時候 都是他們在我旁邊 已經慢慢變得比人還要重要了 像莎莎就是 我熬夜做事 他就是不睡 就是在旁邊陪著 QQ就是我在這邊走到哪 他就會跟到哪 去沙灘也去沙灘 那奶茶呢 因為他太容易被抱走了 所以他就是只能在這張桌子上 我頂多就是帶他去遛狗 然後他皮的時候很皮 走啦 好啦 但是乖的時候呢 就是真的是一個很貼心的 一個狗女兒 接下來我希望可以跟更多的機構 或是學校合作 把沙雕教學或是沙雕展覽 這樣子的事情 推廣到更寬更遠的地方 當然我也希望未來會有更多的新人可以加入 那我可以提供他們更多的機會 一起來製作 我會希望把這個工作的氣氛 沙雕式的日常呢 讓更多人可以一起來加入 然後我們可以在不只是各個沙灘 可能是百貨公司 可能是學校 展覽館 都可以看得到我們的沙雕作品 這次海洋大學的展覽呢 我們合作的主題是 細沙場夢想 希望說 由沙雕式的角度啊 工作的時候看到這個沙灘的樣貌 海洋大學的話 他們也很注重海洋生態的變化 還有海洋保育這一塊 後來我們覺得這樣子非常是契合的 那我每天在沙灘工作 其實下班都會看到 寄居蟹也跟著我走在一塊 或是他就在我作品旁邊跑來跑去 甚至我的工作室會常常出現 鹿蟹啊寄居蟹 在家裡走來走去 我都不知道他們從哪跑出來的 於是最後呢 我希望跟他們有 建立一個很好的友誼關係 然後我就想到 如果我用沙雕做一個城堡 去代替他的家 給他住一個豪華的地方 最後再讓他回歸大海 我覺得這樣的概念是很棒的 他好像也非常能代表我的生活 所以我決定用寄居蟹 跟我的沙雕城堡做一個結合 沙灘流失跟漂流木垃圾 這些問題集合在一起 就是讓我們沙灘變得很難去走走的原因 他就是看起來亂糟糟的 那甚至到最後整個沙灘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台灣 包括你說休閒娛樂 或是觀光產業 這些都是很上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們如果說可以透過沙雕藝術 這樣的活動展覽去 帶動更多人去重視這個議題 我覺得可能給社會帶來效果會更大 沙雕師其實我覺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這是什麼職業 但是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很珍惜這份工作 也許是很多人覺得很夢幻的一個狀態 我們可以邊做邊玩 我們的工作時間很彈性 但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作品 還有一定的責任度 而不是說這個工作就只是一個part time 慢慢的我們會希望說 做出來是讓更多人得到驚嘆 也會讓更多人看到我們是怎麼辛苦的把它呈現出來 在整個過程就是希望 除了就是欣賞的一種愉悅 我們希望它背後可以帶來更深更遠的意義